新北市只在下午发生一起气暴意外 一名男子引爆瓦斯酿灾 整个大火几乎把民宅吞噬 还有两名消防员在灌旧的时候被碎玻璃割伤 回忆当时画面附近的住户都说吓坏了 中午中烈火不断燃烧 几乎快把整个民宅吞噬 一旁消防员赶紧布水线灌旧 还有两名消防员在灌旧时被砸碎的玻璃化伤 走后下午四点多 新北消防局接获报案 弃止黄河路有民众疑似要引爆瓦斯 让附近住户吓坏了 回忆当时情况还是余记犹存 跟左右邻居讲你们五点要赶快离开 我要引爆瓦斯 我刚刚要走就爆炸了 所以本来都觉得没事 对对我以为他说五点嘛 已经超过五点了 我刚刚掉头就听到爆炸了 据了解这栋起火建筑 座位在工业区里头 燃烧面积初估约一百平方公尺 火势在傍晚五点二十九分 受到控制四十七分熄灭 整起案件造成一人死亡 特别新闻终合报道 媒体人周遇寇立廷北市立委参选人 吴一农说他跟陈时中不一样 就被蓝银狂酸 难道是投给吴一农就是支持周遇寇吗 今天吴一农被问到这个问题 一度尴尬了三秒钟 大家好 合体民进党籍中山区里长 尽管两人会谈过程不公开 但吴一农亲自登门拜访 自然是有这个动机 这次当然是拜托里长多帮忙 里长这两三年来都非常的照顾 每次我们去松江市场都是里长 带着我们跟大家问好 跑路站需要里长带队破冰 但宣战这几天下来 吴一农被骂得很不开心 好的坏的情绪都要找出口 媒体人周遇寇昔日力挺陈时中 现在改大战吴一农很不一样 喜欢周遇寇就要票投陈时中 难道现在又要变成喜欢周遇寇 票投吴一农吗 你怎么看说王红卫现在喊出说 票投吴一农就是票投 票投吴一农就是支持正向的选举 愣了三秒钟尴尬尴尬还是尴尬 会担心这样影响选票吗 会担心网红会喊出这样会影响到什么 我没有办法约束对手的言行 只有选民可以约束对手的选民 两度追问吴一农就是没给正面回应 确实这问题真的不好答 看看在他之前的陈时中 选战当中也是不断被蓝营猛攻 票投陈时中就是投给周遇寇 但也就是这样引起扣扣姐不满 所以陈时中进内阁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个屁 连个选举都不会 早上疫情会议都不参加 你还敢去赌麦你有病 各方的一些指证给我们的建议 我想阿中也都收到了 绿营自家纷乱 就看最后关头能不能整合体无音容 出一口气 把自己比喻成国家队 需要讨个奸向 新北市平地原住民议员落选人吴国宇 在开票后两个星期提出司法验票 因为他跟对手只差四票 接到了选民的反应 说有些票所有结果上的争议 有投票却开了零票 说选民发现有选票不翼而非 打算申请司法验票 因为根据选霸法第69条规定 区域立法委员直辖市长县市长得票数 跟第二高的候选人差距只在千分之三以内就可以重新计票 但偏偏议员不在规范内 加上有两间投票所传出有四张投给吴国瑜的选票有疑虑 一旦两人票数打平 就会用抽签的方式决定是他还是议员苏锦雄当选 也因此让他决定司法验票一波 四票之差来变成是这个落选头 但是我们看到陆续在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其实很多的投票所的回忆 都有所谓的开票的瑕疵或是争议 认为这样做意义不大 但跟吴国瑜的情形很像的还有他 搬出很多伤情不满 因为这回屏东县长选举代表国民党的苏清泉 只输给民进党的周春敏一万一千零七十七票 加上很多支持者认为开票又瑕疵 因此苏清泉申请重新计票 却被屏东地院以未达千分之三的门槛裁定驳回 一样走上司法验票这条路会不会左右选举翻盘 让更多绿地变蓝天 恐怕只能交由司法做决定 另外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之前脸书发文 说找另外一个人来选港湖区立委 但是港湖区不是高嘉瑜的选区吗 怎么又回事 详细容交易资争记者邱婉柔 可以看到这位扎着马尾的女医生 她是激进党这次在台北港湖区推出的议员候选人 虽然她高票落选了 不过她的最近新闻是蛮多的 因为她跟馆长陈之翰来互杠黑帮问题 虽然这馆长扬言提告 吴辛代人士说他没有再怕的是拒绝撤文 而就是这样的态度 让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说 这吴辛代真的是蛮厉害的 思路清晰 文笔又好 明年干脆在港湖选立委了 但这话一出来之后 难道是说民进党明年将不继续提名高家瑜吗 这港湖区的台北市议员邱淑慧 他自己就有他分析的观点 他说难道吴辛代选得以民进党立委高家瑜吗 因为论支持度论得票数 其实高家瑜的支持度都是比吴辛代还要高的 他说还是民进党只是有我找人跟你选了 来逼高家瑜就范 因为我们常知道高家瑜常常会逆风讲一些 就是民进党立场不太一样的话的 所以游淑慧就说 民进党显然是没有在检讨反省的 还以为可以一手操控选举吗 要席次也要听话的 正给你的才是你的 而民众党在九合一选后 针对这次的选举结果做了哪些检讨呢 是不是也为柯文哲接下来要选 2024持续布局再交给婉容 台北市长柯文哲 12月底将卸下市长的身份 届时他将专心来担任民众党的党主席 但是这个党主席未来又要如何壮大民众党呢 其实在这一次九合一选 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这一次只拿下了一个市长 还有14名的议员席次 看起来还是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 现在党内已经归纳出三个检讨方向了 第一个就是选战主席 什么叫选战主席呢 像是民进党就是主打抗中保台 而国民党是诉求下架民进党 但是民众党是打什么呢 所以他们认为说 要打什么样的议题才能吸引民众决定投赛神圣的一票呢 再来就是这选举步调 选举步调他们自己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该打什么排民众党目前仍像是摸石头过河一样 再来就是这个提名到底是要广提还是要采取精兵战术呢 因为这一次十四席的议员 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好的结果 柯文哲自己也坦言说经营地方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党内人士私下也透露说 再来就是总统选举了 总统选举是需要大战略的 而且必须结合空战以及陆战的 而且这些都必须讲好 才能成为党主席柯文哲 曾大卫的最强依靠 副总统赖清德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党内一片看好 更直言他是2024最佳人选 不过国民党立委费洪泰却以赖清德过去曾说 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反击 说2024需要选台湾的泽伦斯基 还是带给台湾进步跟和平的总统 总统同台陈吉正开口先谴责大陆 对岸近五超过九成水产品 总统明确表态那是否支持副首参选2024 快步走过没回应 不过两岸关系紧张 对于赖清德可能角逐 2024现在也让国民党找到破口 尤其美国学者此时也提出警告 指美国有人想在台湾海子 挑起类似在乌克兰发生的冲突 这甚至更危险 我们是要选一个台湾的责任司机呢 还是要选一个可以带给台湾和平 繁荣进步的总统 赖副总统其实也是希望说 跟美国跟其他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 那进一步也追求台湾的主体性 那我觉得这个是全体台湾人共同的一个使命 跟共同的一个责任 没有人想要战争 但确实不少人对赖清德的两岸路线 印象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 不过为禁逐2024赖清德也开始修正路线 台独或者是两个字 或是台湾独立四个字 其实是指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是台湾社会的共识 台湾的共识跟中国的认知是不同 那国民党的可能人选侯友宜又是哪一派 毕竟他的立场也是捍卫中华民国 对侯友宜来说把握当下最重要 赖清德宣布参选民党主席 行政院长苏仁昌表示有被告知 但是他也提醒赖清德有利有弊 不过苏仁昌现在也被自家人王世坚 轰说怎么还不下台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但是应该顺便带走那根撞球棒 这说的就是这支 苏仁助讲时少不了的招牌撞球感 你现在应该做的也是很清楚四个字 下台负责 你还吱吱喳喳什么呢 改革向前的最大障碍 就是你苏仁昌赖着不走 王世坚皇后苏仁昌 管安局长也不放过 该走的人你玷污了学术界 曾几何时跑出这些假国师 天啊 要全民党之所进退 瑞银大败追战犯 稳定选民的心 副总统赖清德也出招 宣布要选民进党主席 杜奎才说有利有弊 党内就有不同派系声音质疑 赖清德当副总统又身兼党主席 未来还可能顺势选2024 坐有这么大权力 难保总统没有跛脚问题 毕竟连桃原市长 郑文灿都表达支持 传出民进党打算 一月立月会期结束后要内阁改组 接下来找屏东县长潘孟安 当民进党秘书长 他跟那个赖清德副总统的理念 也相当接近 但是现在讨论人士 真的是言之过早 2024绿营力求谷底翻身 但自驾的人士考验才要开始 副总统在未来的一年多 赖清德还得清除 总统之路上的哪些石头 再交给婉容 副总统赖清德 八号在脸书上面宣布 他将参选民进党的党主席 而党内也有不少人直呼 赖清德则是代表民进党参选 2024的最佳人选 但如果这个态势下去的话 这精神科医生沈正南 他就认为说 现在蔡苏看起来 这个体制是会继续下去的 但是这个蔡苏满意度 还是会继续下滑的 这样对赖清德是很不利的 因为他这个未来的满意度 将会冲击赖清德的总统路 届时如果赖清德民调拉不上来 到底要怪谁呢 所以他就说赖清 其实非常希望苏贞昌可以下台的 但是碍于这个总统的面子上 他是不敢开口的 所以他认为说 让苏魁下台的压力增加 就是即将到来的立委补损了 也就是这个1月8号的立委补选 让民进党再输一次 这样子苏贞昌就一定会被逼下台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